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26日 星期四 大連瘡5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消費券的最新發展 基本上這幾天都精彩 又有議員轉軚 又有政黨發聲 民意壓力不小 當中新聞黨說到明 最新反對消費券再派的原因是擔心降評級 這句降評級是什麽解釋呢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邊商新聞黨倡議 資助 雪倫雪徑 新辱津貼 生一個派兩萬 怎樣的倡議和各位一齊說 另邊商人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新聞黨擔心那個降評級不應該再派消費券 倡議資助 雪徑雪倫 生一個派兩萬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在下個月發表 新聞黨在今天1月26日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見面 就著刺激經濟 審慎理財和慧民紓困等方面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取消住宅物業雙倍印花稅 上條足球博彩稅到80% 以及為冷藏、卵子、精子的香港人提供5萬元的資助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 派發消費券是不應該成為恆常的措施 香港已經連續三年裁車 擔心再推出短期派錢的措施會被國際評級組織降級 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 因此她不支持再次派發消費券 葉劉淑儀又認為消費券是非常時期的特殊措施 政府應該透過具針對性的措施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縱緩出商糧和、公屋免租一個月 或發放新一輪的N無人士津貼等 對於有議員建議 月薪5萬元以上的人士不獲發消費券 葉劉淑儀指涉及行政程序複雜 就說如果定5萬元月入 有人就會問為何不是8萬、為何不是10萬 而且5萬元不算是高的 她又說今年1月的樓價已經從2021年8月高位下跌17.3% 成交量大跌 促請政府取消雙倍印花稅 但保留應對短炒的額外印花稅 和海外資金買家印花稅 她說政府2021年上條股票印花稅到0.13% 令到基金買賣成本上升 建議股票印花稅 向下調至原來的0.1% 帶動市場氣氛 葉劉淑儀就說增加新稅總是困難的 過去10年足球博彩投注總額升了近3倍 建議上條足球博彩稅到80% 增加政府收入 另外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嘉佩說本港生育率只有0.75% 處於全球最低水平 港府一直表示生育是家庭重要決定 政府不宜干預 但事實上澳洲、日本、新加坡都有政策鼓勵生育 她說目前冷藏卵子的服務費用動節需要6位數 建議向使用卵子、精子、冷藏服務的香港市民提供5萬元的資助 並研究放寬現有守則、延長卵子和精子的儲存期限 讓市民在人生不同階段可以靈活進行家庭規劃 她建議為匯名新生嬰兒的父母派發2萬元 新生嬰兒現金資助 以2021年香港約莫36,000位嬰兒出生計算 政府預計一年開支約莫7億多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導 新聞黨的最新長儀 首先葉劉再次重新反對派消費券 認為香港已經是三年財赤 說明不應該再派錢 千萬不要再說我贊成派錢反對派券 即是說錢和券都是反對派 另邊商新聞黨倡議 若然你是雪藏的精子、雪藏的卵子 就會有些資助過你 相信大家這對利用不來 相信大家未必適合 算是郭仔說很簡單 如果派錢以外 你有額外的移民紓困措施 則不反對 但本身最重要是今年的財案 究竟是否會派錢 派不派消費券 這個是最重要的 若然這個都做不到的話 其他你做完的整息整稅就沒什麼意思 加上雪藏卵子、雪藏精子就能夠獲得資助 大家又怎麼看呢?有五萬元 但是究竟資助有多少人用得著 又或者現在眼前基層市民水深火熱 是不是這樣去用公帑呢? 其實連日來都很精彩 既有民建聯倡議向過夜女客派一千元消費券 差不多用十億,一百萬位女客受惠 不過香港自己就要減消費券的金額 加因付房未必夠錢 葉劉簡直說不派,反對派 新民黨全黨都應該是同一立場 結果大家知道新民黨都不只得葉劉 有很多尊貴有份量的聲音,有容可欣,有李梓敬等等 看來整個派錢的唱會立即吹淡風 不過立即補獲,補獲就是有身身嬰兒津貼 和雪貞雪倫有資助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不妨劉過言聊天 真的不要小看 因為這幾天應該要作最後決定 儘管早幾天才爺都說未有最終的定案 但現在官府市面,議員、政黨都一致 看來就吹淡風 要不就派,派少些,要不就不派 各位網友怎麼看,不妨劉過言聊天 另一邊相同各位網友看看一則車鏡片段 根據HK01的報道 套路港公路私家車橫跨三線撞搏 拋起再磨擦近150米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套路港公路今早1月26日有私家車自炒撞搏 今早早近8點,套路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近天賦海灣 一架白色私家車圓萬線行駛到一個向左微彎位的時間 突然連接三線,到右邊快線再撞向石坡 私家車撞到整架車拋起了,幸好沒有反側 不過碰撞過後未停下,繼續拆著石坡 駛前近150米才停車 56歲的男司機幸好沒有受傷 事件列作交通意外處理 各位網友看到片 估計到當時的路面相當驚險 幸好相關司機並沒有受傷 繼續了解事故原因調查中 另外亦跟國民網友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官堂、同黨、Facebook囂張發這個毆鬥文宣 權毆、腳踢皆同說我們官堂最兇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幾段名為我們官堂最兇的同黨文宣在Facebook平台流傳 囂張的毆鬥文宣記錄了那批同黨、權毆、腳踢皆同的片段 只是自我宣傳好打得 明目張膽宣傳他們的好勇、鬥狠行為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那幾段文宣在Facebook以限時動態的方式出現 全場約38秒,一共有5段片 影片配有音樂,分開幾段在網上流傳 未知拍攝時間 偶鬥文宣分別記錄了一批為數十多人的同黨出沒球場和街頭 隨意對街頭拳偶腳踢 文宣的片段寫有字句 就說我們官堂最兇的 也說我們官堂什麼歌是最舊造的 似是活躍於官堂的同黨想著大師宣傳他們的字頭 網友紛紛批評同黨囂張的行為 呼籲警方關注 就說簡直拍下了自己的罪證 也有人說這麼喜歡打人 有沒有想過後果 以上來自星東日報的最新報道 官堂出現嘔鬥文宣 竟然來自一班同黨 他們在文宣中看到在街上另一些小朋友 於是乎為嘔他 拍成短片上網 就說他們是官堂最惡的說 這件事變成新聞 估計很快會有下文 網友促請警方跟進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和各位緊貼各大的資訊 尤其是這幾天應該決定消費券 究竟派不派 葉劉唱耳 雪貞雪倫派錢 派資助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過言一起說一說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